这里今天98块钱买了一块羊肉 吃12斤 我已经叫老板帮我把这个羊排和这个羊肉分割了 然后特别精明的老板还搭了一块羊肝给我 今天这里一羊两吃 做一个生炒羊肉和一个营养羊排汤 下面我们先把这个生炒羊肉的一个肉把它切一下 我们这个生炒羊肉一定要把它切得越薄越好 这是我们今天这道生炒羊肉的主料 下面我们来处理这个羊肉汤的一个原料 今天这个营养羊肉汤的一个搭配就是这个白萝卜 先把皮把它刮掉 然后切成滚刀 然后搭配几片生姜 和几根这个当归 以及这个大虫段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道营养羊肉汤的一个食材 生炒羊肉 今天搭配了一点这个香里的白辣椒 已经是提前泡发好了 我们把它用刀稍微的粘碎一下 准备这个小米椒配色 这个蒸辣 大蒜子我们把它排水 香菜的话 我们这个营养羊肉汤要放 然后这个生炒的羊肉也要放 跟这个叶子我们把它分开一下 这是今天这个一羊两吃的所有主配料 大家看一下 下面我们就上火操作 我们把这个羊肉冷水下锅焯水 然后这个煮羊肉的圆汤 我们不要倒掉了 只要把里面的泡沫打干净 接着把这个姜 葱 当归 放入高压锅 如果有条件的 直接放入这个锅里面 慢慢的炖 这样我们这个羊肉汤就会更好喝一点 今天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圆汤把它倒掉 因为这个羊肉的一个焯水的圆汤 大部分的鲜味在这个锅里面 所以说我们这个水就不换了 只要把里面的浮沫打干净 然后倒入高压锅 接着我们放到高压锅 上气先压15分钟 压好之后我们再放入白萝卜 压6分钟左右 压了15分钟之后 我们来调两勺银 两勺鸡精 少量的胡椒粉 接着我们把这个白萝卜倒下去 再继续上气压5分钟 我们那一边高压锅 再压那个营养的羊肉汤 这边我们来炒这个生炒羊肉 先我们锅烧空气 放入这个白辣椒 小火炒干水气 炒干水气之后 我们咬出来备用 然后我们再次蒙火把锅烧至冒烟 放油滑透 然后把油倒出来 锅里放入香里茶油 接着我们放入这个稍微偏肥一点的羊肉 带着刚出油时 我们放入少许的酱油 随之我们放入拍蒜子 小米椒 白辣椒放下去 白辣椒炒香之后 我们放入这个鲜瘦一点羊肉 羊肉打散 我们调味 来大半勺盐 一勺味精 来适量的酱油水 大火 爆炒 出锅 然后放入这个香菜叶子垫底 放入香菜梗子 先来喝两口这个最寒的羊肉汤 这个味道那就相当的鲜 然后吃一块这个鲜的羊肉 也是火候恰到好处啊 萝卜压了五六分钟之后也烂了 羊肉的三味也有 鲜味也到位了 所以说今天这锅羊肉汤也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这个羊肉汤它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今天我焯水之后 这个羊肉的一个圆汤没有倒掉 把里面的浮沫撇干净之后 直接倒进高压锅里面压 第二点就是一个炖着的时间 我们要把握好 我们这个萝卜是千万不要跟这个羊肉一起下去炖 这样会炖的太烂了 导致萝卜没有口感 然后是今天重点 就是我们这个生炒羊肉 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这道菜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就是看一下 可能就稍微差那么一点 我在炒完后找出了一个原因 就是今天搭配的这个白辣椒 可能不怎么好 导致炒出的这个白辣椒有点发黑 但是我们炒这个生炒羊肉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个羊肉是起的越薄就越好 这样我们炒出来 旺火急炒 炒出这个羊肉才会鲜嫩多汁 然后是第二点 就是我们在生炒的时候 我们的底油一定要放够 千万不要蒸头去 加了太多汁的油 导致这样就增加了我们这个 在锅里面烹制的时间 这样这个羊肉炒出来就不够嫩 第三点大家如果放这个辣椒的话 我建议是放这个湖南这边的一个黄辣椒去炒 可能它的一个颜色会更鲜艳一点 或者放我们的本地红辣椒也可以 放这个白辣椒可能今天是我的一个决策的食物 但是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是阿兰 最后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这个一羊两吃做的还不错的 或者说有哪些地方要改进的 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收藏转发 同时想了解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阿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